防協沙基灣明華大廈重建 分判商用了不合格的鋼筋 要拆除停車場、車路等部分的石子結構 總承建商進和決定 全數器用剩下的鋼筋 又說今次是個別事件 我好言 防協位於沙基灣的明華大廈 做著重建工程 防協晚上出稿 說一批大約20公噸的鋼筋 4月底送到明華大廈的地盤 每一支都有顏色標示是未經檢測 5天之後防協的駐工地工程師 做抽樣檢測 去到今個月9日 工程師發現分判商 將大約7.5公噸 未完成檢測的鋼筋 用了在地面車路和停車場等 還有12.5公噸未用的就放在倉庫 防協即時叫停工程做調查 總承建商進和當時解釋 是因為分判商趕工 所以就沒有等到檢測報告 最後那批用了的鋼筋 全部都未能夠達標 承建商今個月中 開始拆除涉及的結構 至於同一批次未用的鋼筋就合格 但是進和都決定全數棄用 防協說事件導致的額外工程費用 一概由進和負責 按照目前的情況 仍然可以如期在明年年底完工 進和回應說 今次只是屬於個別事件 那批鋼筋有廠商發出的質檢證書 進和亦都有既定的測試程序 確保落石市之前符合標準 有線烈士記者黃浩賢報導 請報告